梦幻西游 吊虎离山 他的目标是师父 那就惨了 那小妖怪指定得被师父打惨了 臭和尚 你都不知道莲香西域的吗 解决了 准备继续出发 老婆婆 你为何在此啊 圣僧可是要往前去 没错 我们准备西行 前方乃是必经之路 不可去不可去 前方不可去啊 老婆婆 你这是怎么了 为何要说这前方不可去 莫非前方有什么打架结设的道理 还是痴人的妖魔 我身后可是有几位神通广大的徒弟 所以老婆婆 你尽管放心吧 圣僧有所不知 这前方有一个国家乃是灭法国 这灭法国国王颁布了一条法令 要杀够一万个和尚 此时他已经杀了九千九百九十六个无名和尚 只差你们四位有名的和尚凑足一万个 所以前方万万不可去啊 这前方居然有如此嚣张跋扈的国王 实在太过分了 既然如此 我们便绕道行吧 多谢老婆婆提醒 这堂三藏怎么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之前在比丘国 还觉得是个挺有善心的家伙 如今怎么说变就变 菩萨 你怎么还不长记性 又想听警告咒了是吧 有话好好说 你为何能识破我的身份 你想要假扮人的话 至少也要符合逻辑吧 你看看这旁边 一片平原荒凉至极 举目望去 方圆百里 甚至千里之内都没有一户人家 出现一位老婆婆不奇怪 唐三藏 那你想怎样 是我应该问你吧 你们临山解决不了的烫手山芋 想让我帮你们擦屁股 胡说 灭法国一难是你们西行路上 对你们的考验罢了 灭法国可是你们临山所属管辖的地盘 这里的国王已经杀害了九千九百九十六名和尚 你们对这件事情置入网闻 就只是为了考验我们 你们明明是忌惮 这位国王有着道家三亲神龙作为支撑 没错吧 想让我帮你们也可以 不过总得有点好处吧 你要什么好处 帮我打听一下 赤考马猴的下落 应该不会很为难菩萨吧 那就这么定了 等我解决好这件事情 记得来找我 不然下次见面就给你念经故事 师父 既然你都知道是灵山设下的圈套 为何还要帮他们 因为师父也看不惯这些神佛 没错 这灭法国国王虽然杀了这么多和尚 却也是无奈之举 与那为了一己私欲的比丘国国王不同 两年前 灭法国国王曾经向神明许下罗天大院 保佑自己的国家风调与顺 神明实现了国王的愿望之后 却要他杀掉一万名和尚来还愿 如果国王不还愿 那整个国家都要遭受天解 许的罗天大院 难道这灭法国背后的神明是 欲清圣人原始天尊 有的人打着圣人旗号在人界争夺弃运吧 他们这些神佛相征 却把一心爱民的国王当作工具人 更是不顾百姓死活 我们去把他背后的人揪出来 记得关注 你敢相信 唐僧一行人来到灭法国 竟发现这个国家背后隐藏着惊天大院 原来 两年前国王为自己的国家许下罗天大院 祈求神明保佑自己的国家风调与顺 谁知神明与他签订契约 却要求他杀掉一万名和尚作为交换条件 不然整个国家都要遭受天情 为什么 我只想祈求让国家风调与顺 百姓安居乐业 为什么需要用这种条件做交换 就在唐僧师徒到达灭法国之前 国王已经杀了9996名无名和尚 你卫是下令要杀购一万名和尚的灭法国国王 既然你都知道 为何要来灭法国还闯入皇宫 难道是天意如此 也罢了 完成与神明的七月之后 镇边为死去的僧人谢罪 但愿以后神明能保我灭法国国太民安 我即便背负这千古罪人的骂名又如何 镇子将这四个外来和尚就地正法 这便是对你的一个惩罚 一个凡间的帝王 身边居然有精心修为的大手 你背后的人是谁 你说出来让我看看 贫僧究竟得罪得起还是得罪不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两年前 你与神明签订契约 保佑你的国家和百姓 可是实现愿望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神明要求你杀一万个和尚 如果你不履行 整个国家都会遭受天险 所以不得已的你 颁布了这道法令 我说的没错吧 在西天的管辖范围内 可以让整个国家的和尚被残忍杀害 背后的神明不简单吧 我猜 莫非是玉卿圣人原始天尊 你怎么会知道的 不好 说错话了 唐三藏 你竟敢肆意妄为 对凡间帝王出手 你可知罪 终于肯现身了吗 时空进步 原来是结教十二惊仙之一的御顶真人 你不是唐三藏 为何假冒取经人的身份 身为结教十二惊仙 为了与佛教争夺契运 居然以整个国家的未来威胁一个凡间帝王 残忍地杀害这么多无辜百姓 这西天也是可笑的 居然对一个冒牌货如此忌惮 你这和尚竟敢坏我名声 我定不与你甘休 你是个好国王 如果想赎罪 就好好对你的百姓吧 想得到什么变剧能力 别再把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 记住 实现任何愿望都需要付出代价 记得关注 猴哥 这种小妖怪交给我老猪就行了 真受不了这个呆子 师傅 这一招怎么不好使了呢 龙卷凤吹尾金车场 搞定了 师傅 唐三藏 上次让你打听的事 有消息了吗 你要找的赤烤马猴 就在灵山 哦 这是一份关于混世似猴的卷轴 你拿着吧 我得走了 别让别人知道我来过这里 恭喜宿主开启混沌魔神任务 混沌魔神 本为混沌三千魔神之一 掌管战争 盘古开天时 混沌魔人被盘古斩杀 肉身毁灭 元神被大道抹去灵智 并一分为四 四道元神经过不同时间的孕育后 分别出世 成为混世似猴 分别为 灵明石猴 通变化 十天时 知地利 疑心患老 六尔弥猴 善灵鹰 能查理 之前后 万物皆明 通必猴猴 拿日月 缩千山 便修救 士高马猴 童小阴阳 且善于控水 混世似猴 共同打开混沌四方卷轴 可开启混沌四方阵 召唤出混沌魔神 哦 这混沌魔源 可是能跟庞谷 歪万多存在 如果庞谷没有三件混沌制补 谁打得过 谁还真不一定 如今悟空 已经掌握了部分战之法 不知道他们召唤出来的 混沌魔神 能否接近原本的事 还是要紧快抵达灵山 这凤仙骏 居然连着三年大汉 未曾降下一滴雨露 我去找那老龙王 问问是怎么个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凤仙骏常年刚悍 是因为当地郡侯 得罪了玉帝 玉帝一怒之下 设置了三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任务一日没完成凤仙骏 便不能降下干目 不用了 龙王只是听命行事 违反命令 可是要上展龙台的 这凤仙骏三年未曾下雨 肯定是上后的指示 我们直接找郡侯了解原因 圣僧 还请你救救我 救救这凤仙骏的百姓啊 贫僧既然路过此地 自然不可能看着 这凤仙骏这么多百姓受 不过有一事 我得问清楚 圣僧还请说 你究竟是如何得罪了玉帝 圣僧 在下只不过一届凡人罢了 又岂能得罪玉帝 这其中必定有误会啊 郡侯 你如果不愿意以城乡带走 那凤仙骏的劫难 就只能靠你们自己渡过了 悟空 我们继续赶路吧 圣僧留步 事情是这样的 三年前 你说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受不了了 自那日打翻贡品之后 凤仙骏便开始连连大汗 整整持续了三年时间 本来风调雨顺 人民安之六夜的凤仙骏 竟能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这玉帝如此小度极长 凤仙骏位于天竺之外郡 因为距离西天较近 渐渐的凤佛一道 此事正好是借题发挥吧 那现在怎么办 那玉帝曾在披香殿设下了三大难题 许诺只要三道难题解开 便是凤仙骏降雨之时 我们走一趟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开 感谢观看